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 能读重点小学 我喜欢上我师父了 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想要这房子的产权 一套学区房引发各方争夺 姐 我跟你说个事 这萧老爷子过世的时候 立了个遗嘱 把房子给他抹了 说什么 无法拿出的遗嘱 让原本生疏的关系愈加紧张 既然你说有遗嘱 那就麻烦你把遗嘱 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 我也忘记这遗嘱我放哪了 你今天怎么也应该 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说得还不清楚吗 还有什么说法 敬请期待 方圆巨镇 三级家庭情感剧 房啊房 上级 你爸爸在乡城那套房子 能读重点小学 这不能让孩子 说在起跑线上呢 我们有必要帮我去住 我早就打听过了 小伯伯走之前 是把这套房子留给你的 不是咱们的东西 咱们也不能随便要 你怎么会有我家要手 出去一次干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是私闯名宅 你有房子那是你的 没用 咱俩结婚不就行了 你帮他孩子解决了上学的问题 他就能跟你在一起吧 我们回来又不是要这个房子 我们要的只是这个学区的名额 发言说房子可以过不给我 让我上学 这家里都快弄成一锅粥了 你来做什么热闹 我知道小孩在想起来 是你 是你把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 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 嫁个程都成 爸爸 我不想让她做我的后妈 你们并不是为了我回来 单纯的就是为了学区房 这房子真的能换来 前途和爱情吗 孩子他心理压力太大了 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压力 慢慢带她回家 会不会复在旗帮线上 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对不起 您拨她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她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儿子 儿子 老乡 老乡 别着急 洛阳已经在路上了 洛阳 洛阳 你爸并非想见你最后一面 洛阳 洛阳 好 放心吧 你 慢点啊 慢点慢点慢点走 快快快 撑住啊 撑住撑住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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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按上次讨论的做 一个小时之内能给我吗 尽快 儘快 做好了發我郵箱 好 抓緊 辛苦了 喂 可以 那就定明天 那我們就約到 明天下午行吧 越快越好 好 再見 別忙活了 從公司要撤了 那是公司一天不撤 我們不也還得工作嗎 慢點 慢點 小心點 好 背下那個 黑洞那個 黑洞的密度特別大 引力也特別大 不管什麼東西 都會被它吸進去 光也會被吸進去 那光的速度呢 每秒三十萬公里 你兒子懂得可真多 來 再布寫一下 這不忙 生小學了嗎 不多學的 那個簡歷上 都不知道寫什麼 對了 我跟你講啊 現在的重點小學 面試啊 認識兩千個字 那是標配 必須要六個月會說話 幼兒園裡的鋼琴舞級 圍棋舞級 對了 你們小孩準備的是什麼呀 我之前工作有點忙沒顧得上 現在要求那麼多呢 工作再忙也不能耽誤孩子的事情啊 得盡早給孩子鋪路 那晚一天也是晚 這不 我上個月剛剛辭職 專門回來陪孩子上學的 就徹底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 現在的孩子可不比從前 你把他放在空地裡風一吹就漲 那培訓班吧 就得讓一個大人專門陪著去學習 不然那錢打水漂不說 孩子還什麼都學不到 我接個電話啊 喂 林川 我們失業了 您好 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 請稍後再撥 Larry 訂閱 人家都喘喘關門了 還好我跟老闆熟 來 你的夜宵到了 吃吧 又喝那麼多酒 唉 我跟客戶熟嘛 就多喝了點 看什麼呢 宋靈小絕 我跟妳說 我今天在小區碰見個小孩 別提有多優秀了 跟我們家小孩差不多大 但是人家脫口而出 就說了什麼天文學 我們家兒子 除了知道玩之外 就只知道熊大和熊二 我們小時候也不懂 不一樣長大了嗎 我們小時候能和現在比嗎 你知道現在上小學 對孩子的要求有多嚴苛嗎 要求妳要英語 繪畫 什麼全都要過 你太緊張了 親愛的 真的 這咱們倆基因 絕對差不到哪兒去 我跟你說啊 我爺爺的爸爸 我失業了 我失業了 失業就失業呗 多大回事啊 我說啊那是公司留不住你 就憑你的本事 隨隨便便找一工作 絕對比現在公司強 沒事吧 有我在 不怕不怕啊 沒事沒事 我們面對現實好不好 之前不是商量好 說給小孩買一套學區房了嗎 現在我失業了 你一個人壓力得多大 咱們 也可以在 我們家附近 找個好點的小學啊 不也一樣嗎 是吧 能不能有點追求 這孩子只有能讀到重點小學 才有機會能讀重點中學 才有可能考上名牌大學 我之前因為工作的原因 得不償失 我現在工作也沒了 孩子的教育我沒抓上 我現在不能讓孩子 再輸在起跑線上了 懂嗎 那 那你說怎麼辦 我已經查過了 你爸爸在鄉城那套房子 能讀重點小學 我覺得為了小孩的前途 我們有必要幫回去住 我爸那房子 不是那誰在那兒住嗎 那始終是你爸爸的房子 有你的一份 我覺得為了小孩的前途 我們有必要幫回去住 但是別淡事 明天就回去 來 東東 趕緊進屋來 你說你來 你也不提前給我打個電話 我閨女真是越大越好看 女大十八變了 你這房子一共多少瓶 有幾間啊 這房子呀 大概一百二十瓶吧 這房子現在是你的嗎 這房子現在是你的嗎 東東 你看你想吃點什麼 我去買點菜 給你做糖醋排骨好不好 我要幫過來住 東東 準備吃飯了啊 給我點小菜 你今天沒上班啊 沒有 請了幾天假 想在這好好待幾天 坐下吃飯 東東 你到媽媽這兒來 不光是想好好待幾天吧 你是不是跟你爸爸吵架了 沒有 這以前吧 媽媽給你打電話 你向來不會接的 今天 自己主動跑過來了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兒找媽媽呀 沒事兒 有什麼事兒找媽媽你就直說 我想要這房子的產權 我喜歡上我師父了 我喜歡上我師父了 我想跟他在一起 他孩子馬上就要上學了 想上中年小學 他孩子 他連孩子都有了 他結婚了嗎 已經離了 東東 你覺得 你幫他孩子解決了上學的問題 他就能跟你在一起吧 當然 他離婚了 我又單身 我喜歡他 也從來沒瞞著 我替他把這件最大的事情解決了 我倆在一起 還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光是你喜歡他 可他喜不喜歡你啊 他有沒有提過 要和你在一起的事兒啊 這麼多年 我就這一件事情求你你都不肯嗎 我只是想要一個上學的名額 我不會要你這房子的 你要實在不放心 我們可以簽協議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 這個房子吧 是你蕭伯伯的 你蕭伯伯 你蕭伯伯他走了 那我們怎麼也要跟洛陽商量一下這事兒吧 蕭伯伯走之前是把這套房子留給你的 而且這麼多年來 蕭洛陽過過這套房子嗎 那就默認了這套房子就是你的 東東 你聽媽媽說啊 你想用房子去換愛情 這合適嗎 小時候你就沒管過我 現在我長大了 你就更別想著來教訓我 我只是想在房產證上加一個名字 這房子一平民我都不會要你的 那我 試著給洛陽打個電話 來師父喝一茶 你這嚇我這一跳啊你 對了 你那事兒怎麼樣了 孩子他媽 都有施加壓力呢 說著要要回孩子服養權 我若想要可以 讓人家說了 你得讓孩子讀重點小學 我哪有那本事 重點小學的事兒 你就別擔心了 我來替你想辦法 你想什麼辦法啊 怎麼著 你給我變套學區房出來 這你就別管了 說不定啊明天我就能給你便出一套學區房了 你有房子那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沒用 這還不簡單 在哪兒結婚不就行了 幹活去 認真點 我借孩子去吧 我是很認真的呀 師父 師父 你好好考慮考慮 去魚童小學 開下後備車謝謝 好嘞 魚童小學旁邊那個是吧 魚童小學可是重點小學 我們是拍前三的 先生你去坐去 先生機械安全隊 我呀就老想讓我們家姑娘准那學校了 可是旁邊那小學房價太高了 我一開出租的買不起 我呀就在那租了已經 媽媽你看 這是我們家姑娘的 小朋友幾歲了 五歲 哎呦我們家姑娘也五歲 你坐穩了阿姨開車了 媽媽 東東來了 他怎麼了 我們正排五呢 他突然暈倒了 他心臟本來就不太好 老蕭走了 平時就他一個人 你回來就好了 這房子雖然老了一點 不過還好有間梯 在 沒人接 沒人接 行了 別敲了 我剛才敲了那麼久了 家裡邊肯定沒有人 那現在怎麼辦 我姑娘這 應該是去買菜去了吧 等著唄 阿姨 是不是這屋啊 阿姨 阿姨 發阿姨 什麼事啊 你誰啊 我是發阿姨的鄰居 平時沒事還給他做到晚飯了 發阿姨你醒了 我跟你說 我今兒跑車一進小區 他們就跟我說你犯病了 把我嚇得 我趕緊往醫院跑 你怎麼樣了呀 好點沒 周二姐 我又暈了 是啊 你又暈了 沒出車呀 還跑車呢 我聽見你這件事 我的心都懸起來了 你現在怎麼樣 舒服點沒 這大夫怎麼說的 沒事 你趕緊跑車去吧 不是還得掙錢養孩子嗎 反正有人照顧你 我也就放心點 我給你買水果 你得吃啊 可甜了 醫生 客氣讓你破肺了 有事給我打電話啊 別不好意思 慢點啊 有事給我打電話啊 你這挺有福氣啊 這鄰居親得跟你親生的一樣 哎呀 她一個人帶著女兒 白天呢 跑跑出租車 這晚上帶孩子 就沒法出車 我就想著吧 讓她幫著我 做做飯做做家務什麼的 這一個女人帶個孩子 不容易 可不是嗎 這還要等多久啊 那小孩都累了 媽媽 我想玩遊戲 玩什麼遊戲 把單詞複熄的 拿給 我不想背單詞 我想玩遊戲 不可以 背單詞 請媽媽畫啊 快 你這是誰啊 那我家門口不是 哎 你是 你怎麼會有我家鑰匙啊 你家鑰匙 走錯樓層了吧 看見門牌號了嗎 小姑娘 我在這兒住了十幾年了 這是不是我家 我還不知道了 你就是那個不孝子的 說什麼呢 什麼不孝子 敢做還不敢讓人說 怎麼 蕭伯伯人都走了 現在想著回來了 范怡琴是你什麼人 我是她女兒 不對啊 你這樣也太沒禮貌了吧 你好歹 應該叫她一聲媽 我跟你說啊 她跟我們蕭家 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老范在這個家忙前忙後 蕭伯伯生病了她天生照料 好在啊 蕭伯伯知道誰對她好 你媽現在在哪兒啊 我們想跟她聊一下 她人在醫院呢 不要在這兒打個路 趕時間呢 你幹什麼呢 出去 出去 孩子 出去你們幹什麼 我告訴你們 你們這是私闖民宅 我們回自己家很合理啊 有什麼問題嗎 我現在沒時間跟你在這兒耗耗 什麼態度 小楠我們到家了 歇會兒 大文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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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想吃蘋果 好 媽媽給妳洗個 幹嘛呢 我警告你們 這家裡的東西不准亂動 否則我就報警了 真可笑 這是我們自己家報什麼警啊妳 這是不是妳家妳說我不算 什麼人啊 簡直 走 我們去醫院 走 走 走吧 你先回去吧 要不快沒車了 沒事 等冬冬來了我就走 妳看 走走走走走走走 冬冬來了 那我先回去了 那妳慢點是吧姐 好好休息 辛苦了 老范 妳要做好心理準備 那個不孝子來了 什麼不孝子 陸陽 你們怎麼來了 這是小韓吧 小韓 來 過來 讓奶奶看看 奶奶生病了 別過去了 方阿姨 其實我們這次來 是為了這個房子的事 是想跟你商量商量 還是我來說吧 爸去世的時候 我剛好生小韓 陸陽忙著照顧我 就沒有機會來過分房子的事情 你看 小韓這馬上就要讀小學了 所以我們這次回來 是想把房子要了回來的 你們這也太過分了吧 人還在醫院躺著呢 就跑來搶房子 還有沒有人心 冬冬 房子是吧 洛陽 要不先借啊 你們路上也挺累的 東東 你把鑰匙給陸陽 讓他們回去先休息一下 東東 來 拿著鑰匙先回家 休息休息 那行 你也好好休息 跟奶奶再見 奶奶再見 奶奶再見 再見 走吧 不是 你怎麼這樣 你們把鑰匙給我 也沒給他們 東東 這是醫院 你小聲點 要不你也先回去吧 你把你的房間 就讓給他們住 你就跟我住一屋 媽 東西放哪兒 沒想到你這後媽態度還挺好的 我本來都做好過來大吵一下的準備了 沒想到根本就沒用上 她不是我後媽 但是我看她那個女兒 都太好對付 我可先跟你說 這事事關重大 我們態度該強硬 就一定得強硬 不然這小韓讀書的事 可就被耽誤了 我說 這事等范阿姨出了院 好好說 不要一開始就劍拔弩張了 好 聽你的 我去看看小韓功課寫完了沒 你 姑娘 你上個路啊 我說你這樣咋回事啊 你擋著路上你幹什麼啊你啊 你 你不是那個范阿姨家的女兒 女儿 姑娘 你可不能这样走路 多危险 行 你带我去江边吧 我收车了 姑娘回家呢 给你加倍 行了吧 走吧 你说的 加倍 走 姑娘 这天晚了 江边风大 赶紧回去吧 别着凉了 你不是收班了吗 还跟着我干嘛呀 你还怕我跳下去吧 放心吧 我没那么傻 我只是在这儿坐会儿 看会儿风景 是 这儿风景挺好看的啊 看看呗 看看 我看你这心情吧 不怎么样 你是不是在担心 范阿姨的病啊 老范她老公 就是肖伯伯 你应该认识吧 啊 她那个儿子 在她生病的时候 理都不理 现在一家三口 突然跑回来 跟着老范要房子 一家三口 那是不是有个小孩 叫小韩 你认识啊 他们来时坐我的车 老范阿姨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范怕自己理亏 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们 那我估摸着 范阿姨啊 可能是怕这事闹大了 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怕什么不好看 人家肖伯伯走的时候立了遗嘱了 这套房子就是留给老范的 是吗 哎呦 我看你这么年轻 肯定没结婚也没孩子 你一时半会儿肯定也用不上 那不容易 哎哎 你趁早别打这套房子的主意啊 这家里还有两个人虎视眈眈盯盯着呢 还再说了 谁告诉你 这套房子名额我用不上了 我觉得你那个母校真的不错 硬件软件我都挺满意的 咱们来之前应该先给方阿姨打电话 你说她现在住在医院里边也没法谈 我看到精神挺好的呀 应该很快就要出院了吧 哎 这小区的绿化其实挺不错的 这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生活六年 我觉得应该先熟悉一下环境 走 我们去转转 走 都把我们评评理啊 我这孤儿刮目的不容易吗 我天天出租车我风里来雨里去 我从牙缝里我省住那点钱 那个人看着挺眼熟的 你带着小韩 我去看看啊 我阿姨 你说你看起来那么好一人 你的名额都卖出去了 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 你让我们孤儿刮目的怎么活啊 喂 啊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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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阿姨 你把钱退给人家吧 人家一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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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哎 哎 哎 原来 哎呦 谢谢你啊 王阿姨 我就说了你是个大好人 谢谢大家伙 王阿姨说把钱退给我们 谢谢你 快快快 谢谢王奶奶 快点快点 谢谢王奶奶 谢谢 小韩 小韩 事办完了 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这么巧啊 是您啊 找阿姨好快点 阿姨好 真乖 你刚才那事解决了吗 你看见了 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 你看解决好了明儿就把钱给我 那怎么会想到要买名额呢 朋友介绍的 朋友说了你直接买个名额 上个户口给孩子读书 这王阿姨也不用搬家 多好的事啊 我这一查才知道 他这名额去年就被占用了 我这找他退钱他也不退给我 我只好过来闹 你没见过那种呢 几家人 共同出资 合买一套房 这孩子掐着时间轮着上学 那这风险不是也挺大的吗 那万一这上一户入住的 时间到了 但是又不肯过户呢 这事多了去了 没想到这学区房水那么深 妈妈 姐 我跟你说个事 我这听范阿姨她闺女说 这萧老爷子过世的时候立了个遗嘱 把房子给他妈了 你说什么 我没其他意思 我就是怕你们不知情 别再耽误孩子上学 那啥跟阿姨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她跟你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 这房子的事得抓紧了 抓紧 我听说你爸在去世前立了遗嘱 已经把房子留给你后妈了 怎么可能 听谁说的呀 那个女司机说的 这不管真假 等老范姨出院呢 我们就跟她谈这事 这孩子读书的事 真的得抓紧 我说这事怎么那么顺 我们一回来 她爱话不说就掏钥匙 结果心底早就盘算好了 小汉 你也在这儿跑 到锅里面去 到锅里面去 这个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 你爸说这块表 是你妈当年买给他的 老肖这个人吧 一直都念旧 生前他一直戴着这块表 走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把这块表一定要交给你 我 就长话短说吧 我儿子要读小学了 我老婆把工作辞了 陪小汉读书 这房子呢 是我爸当年买下来的 又是学区房 我们这次回来呢 就打算不走了 你这是在宣布决定呢 也不问问现在 这房子的主人是谁 你想搬回来就搬回来啊 这房子怎么说 也是小汉爷爷的吧 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 来过问这房子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小汉要读书 我们根本就不会回来 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房子呢 老乡安排了 老乡临终前 留下了一份遗嘱 这个房子她给我了 阿姨 我把菜买回来了 都在呢 我买的多 我多做几个 今天不用做了 你先回去吧 小脸 今天有点家事 饭就不用做了 回头我再找你啊 辛苦你了啊 你们聊 你们聊 慢点啊 阿姨 您刚才说 我爸有遗嘱啊 但是 这从头到尾 您都没提过呀 我 当年你爸出病的时候 我们从殡仪馆出来 我就是想和你说这个事情 可你不听我说呀 路遥 路遥 你等等 我有话要跟你说 就是 老肖他 临终前呢 他跟我说 关于这个房子 我现在赶时间 你跟我爸 在一起那么多年 又一直住在那儿 就先继续住着吧 有什么事等我空了再说 不是 路遥 我觉得这房子 你那时候不是吞吞吐吐了吗 根本就没有说 是那么重要的事 那你说吧 这些年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 可你也从来不接呀 之前老肖在的时候 你不愿意理他 不来看他 我就以为 你是想和这个家 撇清这层关系 那方阿姨 既然你说有遗嘱 那就麻烦你把遗嘱 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 再说 我也没想着 你们会回来 闹房子的事 我也忘记 这遗嘱我放哪儿了 要不这样吧 你们让我好好想想 回头我再给你们找找 翻译你别回头啊 我们这么大老远回来 就是想为了把房子 这个事情说清楚 你今天怎么也应该 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说得还不清楚吗 还要什么说法 这些年 你们一个个的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下都回来管我 要房子 要遗嘱 你们觉得这合适吗 你们这不是逼我吗 要不这样吧 房子的事情 就等回头我找到遗嘱再说吧 发阿姨 发阿姨 你着什么急啊 都说了改天找出来给你们看 能不能啥会骗你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把他又没进医院 我跟你没完 行了行了行了 还没说 他给你打电话 说房子的事 你为什么一直不接 我当时根本就不想理他 难道你就一点不关心 是你爸爸的财产 我那时候觉得 我爸把我妈忘得一纲二斤 我哪还有这个心思啊 可是你现在儿子要上学了呀 这房子明明就有你妈妈的一半 凭什么要给一个外人 你今天一点也不积极 他说打电话给你你不接你就理亏 接不上话了 那也只是他说说而已啊 这电话根本就没接通 谁知道是真是假 现在把女儿都带过来了 这明显想霸占这个房子嘛 那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他真有遗嘱 那他占领 咱们也没办法 这江边的月景是真的美 你要觉得美的话 以后就住这儿了 对了 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身体不好 他有需要活干 我就让他过来帮我做做家务 转转外快什么的 你原本打算把这房子卖给他 他一直想给自己的孩子买个学区房 可就他挣的那点钱 能买上学区房那得猴年马月了 当时吧 我也就生那么一说 你是就那么一说 可人家当真了呀 得 现在蒸房子的又来一个 行行行 喝点菊花茶去去火 不对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遗嘱吧 如果有的话 他肯定拿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赶我们走了 还那么配合他把钥匙给我们 多半这是缓兵之计 反正对我们小韩这入学的时间 一旦耗过去了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 我找他去了 别别别 行啊 今天就别去了 都那么晚了 孩子也该睡了 小韩 小韩 你爸爸在江城那套房子 能读重点小学 这不能让孩子 说在起跑线上呢 我们有必要帮我去住 我早就打听过了 小伯伯走之前 是把这套房子留给你的 不是咱们的东西 咱们也不能随便要 你怎么会有我家药匙 出去你们干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是私闯名宅 你有房子那是你的 没用 在哪儿结婚不就行了 你帮他孩子解决了上学的问题 他就能跟你在一起了 我们回来又不是要这个房子 我们要的只是这个学区的名额 发医说房子可以过不给我 让人上学 这家里都快闹出一锅粥了 你来操什么热闹 你知不知道小韩再相信我 是你 是你把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 只要能让我闺女读书 家里什么都差 爸爸 我不想让他做我的红了 你们并不是为了我回来 单纯的就是为了学区房 这房子真的能换来前途和爱情吗 孩子他心理压力太大了 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压力 爸爸带你回家 会不会输在旗袍线上 一家人在一起 最重要 今天我就索性摊开了说吧 这房子我要 之前不是说有遗嘱吗 这一直不拿出来 算你们的事 之前说好的事 我们家容容还指望 那名额上学呢 这轻生的都真的快打架了 你觉得你一个外人 有机会吗 奶奶他们要抢你的房子 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读名校 真的就那么重要啊 对我来说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除了房子 你现在脑子里边 是不是就没别的东西了 小李 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你就是一个缩头乌龟